膽量之先是甚麼? 信心 害怕 害怕 未到有膽量便是害怕 由有信心才到有膽量 我想問你 這裡有幾個人試過 你上瘋子之後就放膽 本來你很害怕 你忽然間放膽 全部人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發覺過程 有些神奇的發生? 即是你從頭沒有膽量? 忽然間有膽量的過程 大家可否認同出來? 認不認不到? 因為有種催逼 有種催逼 有種催逼 鼓勵不怕的 去吧 是的 是的 即是說 當你無事無幹 你未必有些甚麼 忽然間一膽量走出來 當你很想傳呼音 很想幫一個人 可能你很多意念出 他不會相信 這麼多人在這裡 都要輪到我幫他 即是我們會出很多東西 但裡面會有一種聲音 會叫你做 對吧? 然後你一達出那一刻 你會有些甚麼感覺? 有沒有人試過? 很開心 很開心 忽然間 忽然間 好像很釋放 很有能力 很有膽量 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看得到神的能力 在這一陣子 在我們身上彰顯 即是說 這個顯出膽量 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聖靈忽然間 可以賜給一個人 當他有這個心 想做神的事 首先 神會搞動你的 令到你 哭哭不做不行 這樣 然後當你一達出那一步 就是你首先 有這個動力 然後一達出那步 忽然間 人就會很 很有信心 又很開心 這個 就是看得到神的真實工作 大家有幾個試過? 即是你未必經歷了 不過是經歷過這個過程 舉手看看 看得到 這麼多人都有 看得到 原來神就是這麼真 那種加力的過程 是不是很真? 那你就感激 你越感激 你下一次 全國人就不會那麼害怕 所以這個 發揚神聖前查 經法 或是廣道法 當你去發揚 那件事 怎樣有膽量呢? 那你都可以 從我們個人經歷 或者聖經裡面的 去找到這件事 怎樣發生 當你這樣發生 我們有膽量 你就想用神的角度 即是神是怎樣 這個是你 這個是神 你初來不夠膽 那神做什麼? 他就在這裏感動你 在你裏面一邊做事 然後你就 在裏面還在反駁 在你裏面 可能說 不行的了 做不到的了 他不會相信的了 我們會有這種反駁的聲音 然後呢 神又會 好像又再加一些有給你 又鼓勵你 你裏面 就很明顯 那一陣子 有沒有發覺 兩種聲音在這裏鬥過 聖靈的聲音 和聖靈的聲音 在這裏鬥過 然後呢 你會發覺 在某些時候 聖靈的聲音得性 也有很多基督徒 是獨體的聲音得性 所以他就沒有傳 但是那些在聖靈的聲音得性的人 就發覺 他做完這次之後 他就以後會怎樣呢? 大膽 他大膽一點 他就以後夠膽去做 所以你看到 神在這個過程 是不是都很奇妙 如果你說拆解這五樣東西 我們將一樣東西拆開 記不記得我講五方面 就是神的聖情 神的心態 恩典 計劃 以及行動 這就是拆解 神的聖情 和作為的五方面可以想的 神的聖情是什麼 由這件事看得到 神的聖情是怎樣的 他能夠賜人膽量 他自己是怎樣的 他能夠賜人膽量 當然有膽量 他很肝強壯膽 他一點都不怕 他是完全不怕 為什麼呢? 他看到魔鬼 其實在神的眼中 魔鬼小到不得了 他一腳踩下去 根本他不能動 在神來說 魔鬼是完全沒有發揮錯 但是為什麼 他要跟魔鬼打仗呢? 是因為很多人不聽話 那些人聽話很容易 因為耶穌已經勝過魔鬼了 所以耶穌很有膽量 什麼情況都不怕 這是第一膽量 這是聖情 除了膽量還有什麼呢? 他有聖 很想人都有這種膽量 他有這種性 一種薄愛的心 很愛所有人 很想人都有這種 這個也可以是心態 他心態就是 他也想人有這樣的膽量 他只是想告訴別人 不用那麼害怕 你有沒有試過教人游泳? 你可不可以想像 你會游泳 你教了一個人游泳會怎樣? 叫他浮水 他會怎樣? 你浮吧 他會抓到你的手 哇 麻煩你不要捏那麼緊 說不會走 或者那些人 踩單車 初頭的時候 很害怕 很硬 然後他就後來有膽量 一個人有膽量的時候 幫一個人沒有膽量 發覺不容易 但是神有這個耐性 他會很想 心態很想人都有這種膽量 這個心態 恩典是什麼? 恩典 他是能夠把膽量給你的 你越親近神越有膽量 你就什麼都不怕 願意是屬於心態 恩典就是他能夠給你膽量 而且他在你裡面做工 做到你有膽量為止 然後計劃 神就計劃什麼? 將沒有膽量的人 憲為有膽的人 一步步如何由沒有膽量提升到他 有時候一下子 忽然間 忽然間足夠膽 但是他這些事情足夠膽 可能突然又不夠膽 譬如有很多男人怕老婆 他全虎心夠膽,但回去見老婆又腳軟 又不敢說話,一步步做引領提升 然後行動,當這個人全虎心時 他忽然將恩典給他,立即將膽量賜給他 雖然這五樣我們是有重複的 不過就拆解到五方面 講到膽量,我們再溫一次 他的聖情是如何? 他的聖情是剛強壯膽的 神是沒有有怕的 沒有東西能夠聖得過他的 他也知道一切的結果 他知道一切事件發生,所以一點都不怕 他有一種愛形的心 他也想人像他那樣 也是屬於他的聖情 他很想share 也是屬於心態,他很想人 也有這種膽量,他的心態 然後恩典是甚麼? 給膽量人的,你大身一點 他在人裏做工 沒錯,在人裏做工 計劃是甚麼? 由無膽變有膽 計劃如何將人由無膽變有膽 將教會變為由無膽變有膽 然後第五行動 他實際在你裏做工 一路感動你,一路帶領你 當你這樣拆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神真好 原來我當日有這個膽量 就是神這樣做工 原來神在我裏做好這麼多好事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這樣 感激神 我會開始用這個拆經法 法揚神聖前拆經法和港獨法 就是當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就覺得很好 我覺得神真好 隨時祈禱可以經歷喜樂 隨時可以有愛 隨時可以有能力 隨時可以幫人 我就覺得神真好 我就想到神真的在我裏做很多事 我又看到神在裏面 很多人身上做很多事 我就想回我自己得救 神怎麽用不同的人 不同的環境救我 我怎麽生命被提升 我又想回 神怎麽使用我 怎麽教導我 我怎麽不聽話 但神仍然感動我 我就逐樣逐樣去想的時候 我就越想越多神的恩典 我就發覺很多人 是講到很少講神的恩典 他一普遍講 耶穌我是世人 神救你的 世面你的 照立你 就不講神的過程 我用的比喻 好像媽媽 為你積冷衫 她的過程有很多事 她想到你不夠冷衫穿 不夠暖 於是她就走去 看看買什麽冷衫 找下什麽織圈 然後回來和你讀一下 看看織多少針 研究一下 因為我不懂織冷衫 不過我知道要數針 這裏多少針 如何織法 織這個花 如何織法 然後她一路織著和你一路讀 看看織成怎樣 她的心就很開心 你就可能沒什麽 你讀一下 看看怎樣 你又覺得 又是要讀 但她來說 她覺得很好 這次已經合身了 又到最後一時 穿已經合身 她很滿足 我想大家都試過 煮飯 家人很喜歡吃 你很喜歡的 清潔園 整間屋很乾淨 你的心很歡喜 她扶出愛 她的過程很開心 但她兒子會否感覺到 有些會 有些沒有 但她可能這樣 謝謝媽媽 送件安心 就是這麽多 她想到媽媽 是經歷了很多過程 其實神是做很多事情 才能得到這麽多因年 我們今天能夠這麽開心 我們有這麽能力 好像我們為人祈禱 這麽多經歷 不是我們有這麽能力 又不是我們配得的 是神 當我軟弱的時候 挑選我 又有經歷聖靈 又一步步提升我 就是我一想到 我就越數神的恩典 我就越覺得自己幸福了 我越覺得自己幸福了 我就越覺得不用擔心了 我就越有信心了 我越幫到多一個人 我又覺得開心了 我又見到人被提升 我又覺得 哇 越來越多人 可以給神明了 就是我越看到神的恩典 我就越有信心 越開心 大家拿不拿到 但很多人就不是 很多人做基督 都覺得很慘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朋友 又沒有人喜歡我 都找不到老婆 找到老公 又生病 又被人炒到魚 更慘 就是很多標台 第一 他小親印神 他的生命小改變 所以他跟人相處有困難 做工又有困難 又有困難 又經常看到困難 又沒有看到神的恩典 又少經歷神的作為 於是呢 對神又不認識 又沒有信心 又經歷不到 所以做人做得很慘 有些基督徒很開心 經常祝福人 有些基督徒是軟弱的 我就想幫那些基督徒 經常用神的角度看 沒問題的 神一定搞定的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會 很有信心向前走 第一 剛聽我說這個茶經法 你覺得這樣茶經好嗎 看到神的恩典 經常用神的角度看 哇 原來我們的神這麼好的 比如 假設 你有一個好朋友 一個朋友 你都覺得他好 不過你不知道他這麼好 到有一天 你大難臨頭 每個人都不理你 是他一個人理你 你就發現 原來這個朋友這麼好的 當你發現這個朋友這麼好的 你會不會說 哇 我真的以前錯覺了 以前不知道你這麼好 現在知道你這麼好 我真的好有福 有這個朋友 會不會這樣想 當你發現一個人這麼好 當你發現神這麼好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 真的會覺得 哇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是全世界都好的 這樣的時候 你整個生命 就會很 輕散很舒服 很開心 很有信心 神 love 神愛 神經 LISA не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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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